台联党主席黄昆辉24日坚定表明 台联不会开放党公职接受中国大陆邀访 黄昆辉说 中国大陆的交流参访都是政府安排的 只是官式宣传系统战 台联禁止各级党公职人员 接受中国大陆邀请的参访行程 原则上也不同意台联立委 前往中国大陆参访 今明两天在台北高雄 举行大学及技职校院多元入学博览会 香港大学来台重金抢人 香港大学和城市大学 分别寄出四年240万和220万的全额奖学金 吸引优秀学生赴港就读 议员明道从军11天 今天首次放凯清假 付出宜兰县经六节营居时 见到守候粉丝立创淡选 满脸笑容开心不已 阿婆小子林书豪2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同意他的血统是让他被低估的原因之一 但他以身为亚裔美国人为荣 先堂亚开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打赏 都是忍聽人 几个月 一日猪裔美国人为荣